你好 我是李诺雅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老中新闻 新闻开始来带您看一个可怕的数据 根据旧金山市政府的统计 旧金山市内有将近4000个游民 有心理疾病 精神异常或是滥用药物的问题 旧金山的游民人数将近1万人 有心理 精神疾病的游民人数 几乎占了整体游民人数的一半 在这4000个有罹患精神疾病的游民当中 有3成5是非一 有高达9成5的游民有酗酒问题 有4成的游民正在接受心理治疗 市政府也确认在这4000个精神异常的游民当中 有230个游民是属于高危险群 旧金山市长Londonbury特别在今年的3月 邀请精神疾病专家担任市府的心理健康改革主任 专责游民心理健康问题 另外一个攸关湾区公众安全的议题 SCOC居民最近发出怒吼 因为他们发现宁静的住宅区竟然沦为风化区 白天小朋友的游戏地点在入夜之后竟然变成了性工作者懒客的地方 居民说每一天太阳一下山性工作者就会站在十字路口懒客 每天晚上住宅区的街上都会聚集六七个性工作者在路口等待嫖客 他们懒客的地点就在学校教堂图书馆的旁边 学生每天早上经过这些路口都会看到被丢弃在路上的保险套 针头和女人的内衣 更夸张的是皮条客非常嚣张粗暴 他们不但会对民宅丢东西 还会恐吓居民 居民说感觉自己就像是被关在房子里的囚犯 看见门外的性工作者被皮条客殴打 注射毒品 他们却束手无策 有居民气愤的说 性工作者在SCOC街头懒客的情形已经持续好几年了 他们向警方投诉却从来没有看到警方有任何作为 新闻最后要告诉您 旧金山市议会已经通过修法解除滑布实施超过30年的夜生活禁令 旧金山滑布禁止开设大型夜间娱乐歌舞音乐场所的城市规划限定 从此划下句点 有DJ和助唱歌手的夜间娱乐场所已经解除禁令 不过夜店Night Club还没有解禁 感谢收看下次见